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更特别的 因为我的生意就是她的生意 我吹那个蜡烛就是她的吹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兴趣的感觉小了 但是让她多一个活动去快乐 是我觉得最值得的 两位妈妈这么幸福 孤家寡人的Jessica不知道有多羡慕 连生日愿望都说 希望快点找到真命天子 老公我也没有 小朋友我也没有 我很羡慕你原来 对啊 那种自由 要好好享受那知道吗 对吧 还会是好好享受 还是目标会放大一点的 我想我要找一个男人先 先找一个男人先 对对对 那条件方面会不会就是不一样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就经常就可以 你不可以怎样对自己的 你要高一点 就要我就可以了 你可以 你要我就可以了 最近疫情有所缓和 不少艺人都开始多了工作 所以Winky和阿雪 即使要在工作中度过生日 也觉得是一件好事啊 工作中度过 但很好啊 因为我要拍这个直媒图桃 他们那时候说会早点放我去吃饭 跟我的家人 所以也是 对 因为你又有公开 然后又有饭吃 我觉得很好 那Winky就是要回来拍剧了 算是那天我要拍那剧杂的宣传 但是我觉得在这时代里面有 什么日子也好 有工作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就没所谓啊 什么日子都可以庆祝 什么日子都可以工作